雄風飛彈 發射車 防空飛彈部署在花蓮沿海 彼直朝著天空 因為中國清晨宣布 要在台灣周邊展開聯合力艦2024B軍演 兩天啊 不只喔 上個禮拜也有 上上個禮拜都有 今天代表要進行軍演 就在我們附近的海面 沙灣附近的海面 不然大家要注意安全 但是發現代表的訓練 完全要通過 另一頭宜蘭的蘇澳軍港氣氛同樣緊繃 中國海警四個編隊在我國周邊海域巡航 我國海巡署第一時間也成立應變中心 公布宜蘭艦監控畫面 雙方距離目視可見 我國防部第一時間就表達強力譴責 痛批中方不理性 挑釁行為 而我方派遣世界的兵力應對 總統賴清德一早也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指示相關單位應處 全面掌握 宣布是在早上5點 宣布之後就開始進行演習 有關於這種做法 跟國際法規的相關規範要有預告 是不符合的 總統這邊也已經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針對中國軍力的威脅 以及行政院相關部會的這個應應 都有做出相當明確的指示 那也要請國人安心 總統在國慶演說強調 台灣致力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決心不變 中國理應理解賴總統國慶釋出的善意 並且顧及中國國內民生經濟現況 不要提議持續以武力威脅脅迫周遭國家 陸委會聲明話說的更重 更怒轟中國是倒行逆施 不過面對中國解放軍威脅 在野黨令委竟然是炮口對內 將責任全推給總統賴清德的國慶演說 賴總統的兩國論嚴重危害 台海和平哪裡有半點的溫和 克制眾生 對此本席對於挑釁行為強烈的譴責 要呼籲我們總統也不要隨便亂講話 偷面的人給人 我們現在應該做的事情 就是應該強化自己的防衛跟意志 那尤其是很需要朝野一致團結對外 總統國慶演說向對岸釋出善意 中國卻無視對台發動演習 軍事恫嚇 不只台灣人 國際社會也無法接受 民視新聞 林靖鸞秉咒 SNG小組 台北報導